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們在網路上賣東西的時候 常常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賣的東西 別人也有在賣 那別人在賣的東西呢 其實我可能也拿得到貨 所以啦 我賣的東西 別人也一定能拿到貨 除非你真的是獨家代理 別人拿不到 那如果遇到跟別人賣一樣商品的時候 我們最常碰到問題就是什麼 那這消價競爭 別人才可能跟我買 對吧 尤其是你的東西 如果是擺在拍賣網上面的時候 譬如說雅虎拍賣或露天拍賣 那 甚至現在蝦皮拍賣 甚至大陸的淘寶 那像我現在自己在買東西的時候 如果我是在拍賣網上面買東西的話 非常簡單 我只要找到那個商品的品名 然後直接去搜尋 每一個賣家全部都跑出來 一樣的商品嘛 我就找看看誰的東西最便宜 那今天如果說我買的東西是一個有品牌的東西 然後他們的價差不會差的太離譜 重點是不會差太離譜 如果太離譜的話 太離譜的話 有可能是詐騙 太便宜的那個東西有可能是詐騙 那我只要找他的價差不會太離譜了 當初的那個賣家是誰 會不會記得 通常不會記得啦 那 除非下次我還要再去買相同的東西的時候 然後呢 我再去看一下我當初的購買紀錄 然後去找一下那個賣家是誰 然後再去跟他買 為什麼 因為 買過一次 有了一個 基本的 新的關係嘛 然後當初他賣的價格其實也不貴嘛 對不對 但是呢 如果他是在拍賣網上面持續販賣的話 我還是一樣會去找 那個品名 然後搜尋出來所有的賣家 如果有人比當初那個賣家賣的更便宜的話 我其實不見得會跟當初那個賣家購買 我還是會去找那個最便宜的購買 當然前提是我確認那個賣家不是詐騙 我去看評論嘛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在 拍賣上面如果你是當一個賣家的話 常常會面臨到的問題 那所以你東西便不便宜 變成了非常重要的因素 可是我們今天在做網路行銷的時候 其實我是不鼓勵 在網路上創業的朋友 到拍賣去開賣場的 因為你到拍賣去開賣場的時候 就會面臨到我剛剛講的那些問題 所有的人都會直接在賣場上面搜尋 產品的關鍵字 然後直接找到一家最便宜的跟他購買 那你在網路上在拍賣上面賣東西 客戶就不會持續跟你回購 客戶有可能回購持續回購 但是不一定跟你購買 那這個問題是我們經常碰到困擾 應該怎麼辦 當我們聽到一首歌 你覺得很好聽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問一件事情 這首歌是誰唱的 對不對 當你吃到一家很好吃的餐廳 或者是你聽到別人說 某一家餐廳很好吃的時候 你可能也會問 那家的廚師是誰 有沒有很知名 或者是 他的廚師的來歷是什麼 經歷是什麼 你會很想要知道 做出那道菜的那個廚師是哪一個人 所以 當你在賣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要給客戶知道的 並不是我們的東西最便宜 而是你賣出去之後 你怎麼讓客戶 記得你這個人 如果你是一個有辨識度的人 那客戶買完東西之後 他可能就會記得你 而且 將來他想再買同樣東西的時候 他因為記得你了 因為你夠有辨識度 所以下次他有可能會回頭來找你 但是前提是我們不要在 拍賣上面去賣東西 我們在自己的官方網站賣東西 只要客戶他今天 記得你的話 下次他回購的時候 就比較有可能找到你 好 那現在我們再來談談 怎麼樣讓自己有辨識度 讓客戶記得你的方法 第一步 你必須讓客戶對你印象深刻 要讓客戶印象深刻有很多方法 有的人他會在做銷售的時候 跟你很仔細的說明 很詳細的講解 讓你覺得他非常的專業 這是一個最簡單 最基本 讓客戶最容易認識你了解你的方法 就是從你的專業做起 第二步 就是持續的曝光 在客戶成交之後 如果你好幾個月都不再跟他聯繫 那客戶有可能在將來想要回購的時候 忘記你是誰了 他也找不到你在哪裡 譬如說你有官方網站 可是客戶不知道 怎麼樣去登錄你的官方網站 他不曉得你的網址 他忘了你的網址 他也沒有把你的名片放好 他在網路上也忘記當初他搜尋什麼關鍵字 才找到你的 那你怎麼辦 所以 持續曝光 就是最大的關鍵 持續 不經意的曝光 就是你 最好的方法 有時候我們太刻意的曝光 譬如說 我們很強烈的發送電子郵件 一直去促銷 一直去 做我們的 商品宣傳 讓客戶會很反感 因為他當下可能沒有需要 但是如果我們貢獻的是我們的知識價值給他 經常性的貢獻知識案價值 對他來說是好的 是有幫助的 那他就不會覺得那是垃圾郵件 或者是垃圾訊息 譬如說我們LINE的群發 LINE的群發 他覺得這個資訊對他來說是有用的 他就不會 一直把你封鎖 一直把你當成垃圾郵件 而且他還會持續記得你這個人是誰 因為你都一直發好東西給他 第三步 就是在我們持續曝光的時候 不僅是展露你的專業 還要展露你的人格特質 如果以個人來講的話 叫做人格特質 如果以公司企業來講的話 那就是企業文化 人格特質或企業文化 這種東西對客戶來講 就會造成 物以類聚的效果 因為喜歡你的人 他將來就是會持續跟你購買 不喜歡你的人 他就是會離開 現在商品太多了 任何人都可以在網路上 找到適合他的商品 符合他的需求 所以現代人賣的不是商品 而是商品一連串跟客戶 相關有意義的事情 如果你賣的是衣服 你就必須把自己當成一個造型顧問師 你想想看 顧問說什麼 客戶就會造作 你只要告訴他 你穿這件比較好看 那客戶就會去買這件衣服 所以你要把自己當成顧問 而不是把自己當成一個 賣衣服的人 如果你開的是寵物店 那你對狗 對貓 你就把他當成 跟人一樣的對待 這時候呢 只要是貓和狗使用的東西 你可能就要把他 規劃的跟人很像 譬如說 主人怎麼跟狗狗 一起在餐桌上吃東西 那狗狗的餐具是不是 不要擺在地上 因為有很多 狗主人或貓主人 他已經 把狗狗或貓咪 當成他的家人來看待了 所以這時候 如果你去規劃 這些寵物的商品 是把他跟人一樣的規格在對待的時候 你跟其他賣寵物商品的人 就是不一樣 所以讓客戶記得你 最快的方法就是 讓客戶把你當成專家 但是這個過程 不要做得太急躁 太明顯 因為有的客戶很不舒服 他會覺得 他到底是我懂 還是你懂 你是什麼東西 還輪得到你來說 所以我們在講專業的時候 不要一股腦的 針對客戶 好像把他當成白癡一樣 從頭到尾一直劈哩啪啦一直講 其實你要邊講的時候邊停頓 看看客戶的表情和反應 中間留一點空隙讓客戶接話 或是讓客戶去插話 你才能夠了解 客戶懂多少 如果他懂很多 那你只要在 講的時候稍微提點到一些 更專業更詳細的字句 讓客戶覺得說 居然有我聽不懂的東西 那你的專業度 才能夠讓客戶幸福 那有些客戶是比較入門級的客戶 他可能不太懂 專業的東西 這時候你滔滔不絕講的時候 他的表情如果是 一直蒙點頭的話 代表他很認同 那你就可以繼續講下去 這是個物質豐富的時代 很多人生活已經物質不予匮乏 所以除了滿足客戶的需求之外 你還要滿足客戶的一些興趣 愛好 比如說以前我們在1997年那時候 看到某些 老闆 拿著行動電話 很大字的行動電話 或者是那種黑金剛的行動電話 黑金剛什麼 這麼大像水壺的行動電話 那時候會覺得 我拿手機的人就是大老闆 可是現在已經到了人手一機的時代了 以前買一支手機是很尊貴的事情 但是現在買一支手機是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你要滿足的已經不是 客戶有沒有手機這件事情 而是要滿足現在的手機 有沒有 10G以上的上網速度 甚至4.5G更快速度 拍照的時候能不能夠拍得像單眼相機一樣的好 甚至露營的時候有沒有達到4K的露營解析度 外型超薄 能不能薄的比衛生棉還要薄 幾乎忘了它的存在 否則你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吸引力 但是物質的追求 很快就會跟別人並駕齊驅 所以不論你再怎麼演進你的商品 到後來 不出幾個月的時間 馬上大家的規格都追上了 所以在比物質的東西 其實很難比 因為常常我今天快一步 你明天就趕上網 所以我們還是要回歸到剛剛所講的 怎麼樣讓客戶記得你這個人 怎麼樣讓你自己有辨識度 首先 你必須把自己當成作家 而不是賣家 作家專門靠他的文章 去吸引讀者 所以呢 我們要把客戶當作是讀者 而不是當作買家 我們今天不是在賣東西 我們今天可能是在寫一篇文章 吸引我們的讀者來閱讀 我們今天可能是在寫一篇部落格 我們是部落客 我們要很漂亮的照片 我們要有吸引人的內容 我們要有很 棒的標題 當你有了大量的讀者 粉絲群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 將這些粉絲讀者 轉換成買家 因為一旦你有了讀者 有了粉絲 你就是一個有辨識度的人 我們在超商的時候 常常看到我們的雜誌對吧 那哪些雜誌會讓你看了之後 想要把它翻開來閱讀 光是這麼幾十本雜誌 就已經讓你覺得琳瑯滿目了 可是在網路上面那麼多的網站 那麼多的訊息 你要吸引客戶的眼球 專注看到你的訊息 那你要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你的圖片 跟你的標題 這時候 你就必須把自己當成一個 主編 一個主編 就是能夠把一個雜誌封面 做出非常吸引人的圖片 和非常吸引人的標題 你才有資格叫做主編 當我們去刊登臉書廣告的時候 我們不就是一個圖 跟一個標題 和一段小小的文章 來吸引客戶的嗎 所以這個就是主編的工作 以前在沒有網路的時代 雜誌的封面 就是一個主編 精挑細選出來的結果 一個封面做得好不好 就有關於這本雜誌賣得好不好 你想想看如果封面都做得不好 人家都沒有去打開的話 就算你的內容再好 人家看不到啊 如果你懶得去看雜誌的話 也沒有關係 我們去看看拍賣網 又回到拍賣網了喔 但是我會接你去看淘寶 因為淘寶的東西 比台灣多很多 然後呢 因為淘寶就是因為他的賣家 這麼多 所以他們非常的競爭 因為有競爭 才會有強大的進步 你會看到淘寶上面的商品 照片一張比一張漂亮 而且呢 相同的商品 相同的商品喔 你會覺得 一個商品的照片 拍得比較好 另外一個商品照片拍得比較差 這時候你會想要找誰買 通常 我們都會喜歡找那個商品照片 拍得比較漂亮的人買 就像你看了這張照片 明明有跟他賣一樣商品的東西 可是他這個圖片裡面呢 不只是比較大 而且他還有一個關鍵字 時速98公里 有沒有看到 我今天在買一台遙控模型 我看到他這邊寫一個關鍵字 時速98公里 嚇死人啦 車子能夠跑這麼快啊 我就點進去看了 這個就是吸引人的效果嘛 除了把自己當成一個編輯之外 你還要必須把自己當成一個醫師 為什麼呢 因為 一個藥局在賣藥 還有一個醫師在賣藥 你覺得誰會賣得比較好呢 通常 藥局他給你的建議 和醫師給你的建議 你會比較相信誰呢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醫師 你說的話 你開的藥 你的病人 一定會拿去 依照醫師的處方簽 把藥 開回來 對吧 但是如果你只是一個 藥廠的人員 你一直說 我們的藥多好多好 通常人是不會相信的 所以你寧可去當醫師 那我們在這個行業裡面當醫師 代表這個行業裡面的人呢 他都會聽你的 所以如果你的專業價值 在你的客戶心中 你就是他的醫師 就等於是他的顧問 他有這方面需求 他就一定會聽你的 而且會對你言聽計從 百依百順 你自己回想看看 假設你曾經開過刀 你會不會忘記 當初那個 幫你治好病的醫師呢 最後我們要記得的就是 訪客 對你陌生的訪客 他一定會去瀏覽你 過去的歷史紀錄 所以 如果你以前有寫 部落格的習慣 非常的好 因為每篇部落格在撰寫的時候呢 都會留下 當初的日期 如果像我以前 2007年開始寫部落格 我的每篇文章都會寫 都會記錄著我當初 每篇文章的日期 所以你如果在 部落格讓客戶去瀏覽的時候 他會看到 原來你以前做過什麼事情 你以前賣過什麼商品 哇 這麼久的歷史紀錄可以查詢 他對你的信任感就會大大提升 那如果你沒有部落格的話 至少你有臉書吧 如果你有臉書 有粉絲專業 因為他們都有 動態的時間軸 所以客戶今天第一天認識你的時候 他會往 往以前的紀錄翻閱 他會看你 2010年 2016年做過什麼事情 登過什麼文章 2015年 2014年 2013 2022 一直到2009年 你都有紀錄 哇 那代表你是一個臉書的重度使用者 他可以從以前的過往紀錄 去查閱你這個人的歷史資料 那你說 如果你在網路上 只是純粹打廣告 而沒有這些 過去的歷史紀錄 讓客戶去瀏覽查詢的話 他對你的信任度 從何而來呢 好 以上講了這麼多 都是有關於 你遇到了跟同業 相同產品的時候 你除了殺價競爭之外 你還能夠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提升自己的辨識度 讓客戶認識你是誰 並且讓他相信你 以後 可以回過頭來 再跟你購買 就必須要靠 他當初 對你的信任度有多少 他對你的記憶力有多少 所以不要讓客戶忘記你 你必須要持續的去曝光 而且讓他持續的去了解 你的專業 和你的人格特質 或者是你的公司文化 讓他有紀錄可以查詢 你就必須要 不斷的在網路上 留下你的數位資產 不管是YouTube影片 或者是臉書的 PO文記錄 或是部落格的PO文記錄 全部都要 從現在開始 如果你沒有做的話 趕快去做吧 我是劉奶爸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